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解是x吧 是x吗 没有u了 这个是u ok 好 告诉我 他的解是什么形式 对 看alpha alpha可以怎么样 大于0 等于0 小于0 等于0就是他嘛 对不对 所以ux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写出 大于0是什么形式 假设大于0 对 指数像 对不对 这是当alpha大于0 exponential 假设你画图的话 它会长成什么样 正向一直增加 负向呢 我这样画对不对 马上就不对了 哪一点不对 对 过1 因为x等于0的时候 它是1 对不对 所以这样画不对 那我们再修正一下 它要过1哦 好 负向一路 一路下去呢 是不是这样一路上去 要非常逼近到什么 0 这是exponential x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嘛 但事实上呢 画这个的时候 你发觉 好像又不是那么熟悉 因为呢 我们对exponential x的操作 熟到不得了 连这图形忘掉 都可以操作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 我们对这exponential的方式 是很熟悉的 OK 好 exponential负x 变成什么 对 刚刚好相反 对不对 这边无穷大 然后这边快要变成0 这边是1 OK 好 很好 那等于0呢 不用看就是上面嘛 小10呢 是什么 sine或cosine 对不对 或者是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成为 1 exponential i 根号 负α的x 再加上 f exponential 负i 根号 负α的x 这样也可以 或者是你就是不喜欢 exponential i的东西 想把它换成 sine cosine 可以 对不对 那sine cosine 大家知道长什么样子吗 太容易了嘛 对不对 sine cosine 好 这个cosx cosx是怎么样 cosx那个0是1 所以它只是个震荡函数而已 对不对 震1 负1 角色是sine 对不对 震1 负1 这些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 ok 在解量子力学里面呢 常常呢 或者是球桌标的时候呢 常常我们会有同样的形式 只不过因为它的解啊 转360度回来 还是要跟原来一样 这个特点呢 会让它写得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就可以直接呢 把这个α看成负的m平方 就把它看成是负的 就是α小于0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的φ呢 我们常常呢 尤其在量子力学里面 我们很喜欢把它维持 explanetial 怎么样 a plan explanetial 负i m5 我们喜欢把它维持 explanetial的形式 ok 因为它有它的优点 待会我们会讲 那我们还有介绍到一个 我们在解重 在解近向量座标的时候 会碰到的 或者是你不把它展开来 你维持它原来的样子 你维持这个样子也可以 那它的解是什么 对不对 它的解就是这样 看起来这几个 我们都非常熟悉嘛 我们运用起来 没有什么问题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 另外两个 我们比较不熟悉的 但是事实上 只是不熟悉而已 并不代表你不懂 了解我意思吗 先不要把自己吓到了 说我以前没有学过 所以我一定不会 废话 没有学过当然不会 那既然学过了 你就要告诉你自己 你只是不熟悉 而不是不会 ok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 这个 好 这边我要分成两边了 因为到时候 我要用右边的 东西来弄 所以这边 我要写小一点点 或者是 你还没有展开来 以前的样子 ok 这个是 当我们把 θ这个座标展开来 经过处理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解 这个形式呢 就是什么 Legender的文方程 Legen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解是什么 它的解是 我们θ 它本身是cosθ 它的解就是 PN cosθ 这个就是它的解 ok 当我讲到 Explanetial的时候 你一点疑问都没有 因为你熟悉它 当我讲到cosn的时候 你也没问题 讲到sign的时候 也没问题 一讲到这个PN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不知道 或者是学过 但因为自己都没有K 所以呢 也不知道 所以就很紧张 不要被自己吓到了 ok 你可以知道它的 好 它用什么样的特性 我们先画一个图好了 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去 做它下面 我们看看画在哪边 我先写 然后再画图 第一个 PN 我们这边是写cosθ 很多时候呢 在查表上面 它会把cosθ 直接当做个变数 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将 角度的坐标 转到 抱歉 这边是μ才对 ok ok 我们都可以把它转到cos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N呢 一定是0 1 2 从0开始的整数 好 那我们告诉我们说 只要是P0 不管你Theta怎么变 它永远等于1 这是它的特性 P1 它会等于x P3 会等于2分之1 5x3次方 减掉 3x P2 会等于什么 3分之1 3x平方 减掉1 P4 会等于什么 更长哦 越来越长 不过没关系 你到时候呢 一插表呢 就可以把它插出来 等一下 仔细一看呢 只要这个N是基数的 N是基数的 除了P0 P0我应该把它写在这边才对 P0把它写在这边 只要是基数的 那么它就是个even function 小时N是 N是偶数 就是偶数 function N是基数的 就是基数的函数 OK 那P0会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当N等于基数的时候呢 它会等于这个 N不等于基数的时候 比较麻烦 所以我将P0再往后推 它会等于什么 负1的 2分之N次方 1乘3乘5 基数乘 乘到N减1 除以2乘4乘6乘到N 这是当N属于even的时候 OK 也就是说我们这所有的东西呢 因为都跟cos sine有关系 所以它就告诉我们 它这整个的数值啊 其实不只是x的本身的变化 在正负1之内 p本身的大小 也都是在正负1之内 OK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啊 稍微画个图一下 那我们把正负1呢 空间把它标列出来 x 记住了 这个时候x是谁 是cos 它是在正1 跟负1当中的变化 这个地方是pNx的坐标 所以呢 它的大小也是在正负1之内 我们就把空间把它设定好 OK 那这样子呢 我们第一个 p0 是什么 1 p0是1 它就一路过来都是1 p2呢 p1呢 永远都等于x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呢 x在变的时候呢 它就跟着变化 p1 p2呢 本身是什么 是个偶函数 x等于0的时候 它是等于负的三分之一 所以大概是在 所以大概是在 这个地方 p3呢 又是个基函数 x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0 对不对 x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0 x等于负1的时候呢 负1 负1 这边是负5 加3 负负得正嘛 加3 变成2 2分之2 除以2变成1 所以它是在这边 所以相当于呢 它会类似这样 我到底有没有画对啊 还是画错 忘掉了 来我们看看 等于正1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5-3 也是1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个 我看看 我画反了 是不是 负1是负5 这边是变成负1 所以我真的画 相反了 没关系 我们把它修正过来就好了 所以这是负1 对不对 然后这是正1 这是P1 你可以这样一路的画下去 你就可以得到它各样的形式 很重要一点 它的正交长什么样子 它的正交啊 非常简单 负1 正1 p nx p mx dx 结果会等于2 除以2n加上1的 pn delta nm 我们就会这样子 等我们交完负变之后呢 你就会了解 我们为什么喜欢把它摆成为 exponential im的这个形式 因为呢 在这个地方啊 它也有个正交的形式 它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上次在解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解个例子呢 是从laplus开始 所以在解的时候 我们都假设 因为它phi角是对称的 所以可以简化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在解这个equation的时候呢 phi都被我们忽略掉 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运用到exponential imphi的这个东西 那 θ角呢 也只剩下这样子的形式 那么这个形式解出来就是什么 legendary polynomial 假设我们现在不能够忽略掉它 所以这个时候上面这个式子呢 势必要变更 它要变更成什么形式呢 变更成这样子 我要写小一点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也就会多出一项出来 这一项是因为m不等于0 m1等于0 它立刻就变成它 对不对 好 或者是说你还没有简化之前 看到的是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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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解会是什么形式呢 很类似 也是pn 但上面有个m 也是cosθ 所以nθ呢 就要用两个index来弄 一个是n 一个是m 这个形式跟这个形式只差一点 就是这个m的本身 有没有等于0 那么在这里面 它告诉我们 一旦是写成这样的形式 我们给它个名字 叫associate legen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右边是associate 好 我们把这个呢 名字啊 稍微写一下 OK 它就是这样子 好 它的解有什么特性 有 它的解有这几个特性 第一个 n n是什么 我们前面已经有讲 我们n一定要是这样子 对不对 n 0 1 2 3 m呢 会等于什么 m会等于什么 m 它的一定是整数 但是是小于n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 当n等于0的时候 m呢 m就一定只能够等于0 n等于1的时候 m可以有哪几个数字 1 0 负1 OK 所以我prefer呢 在这边加个绝对值 好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将几个式子啊 写给大家认识 先说说看 这个 跟这个的关系 假设你只是上面的m啊 从正的变成负的 那这两个当中有没有关系呢 有 可以写成这样 OK 第二个当然 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谈都不用谈 m要是等于0的 其实就是pn m要是等于0的 就是这个式子嘛 所以答案当然就是他们这边的 OK 所以这个呢 可以写下来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看看 你已经知道pn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写几个数字 p11 它会是什么 e减掉x平方 的开根号 x是cosin theta 所以1减掉cosin的平方 就是sine平方 sine平方的开根号 就是sine 对不对 好 p21 写起来看看是变成什么样 3x 1减掉x平方的 开根号 所以会变成 3倍的 x是cosin theta 后面又是sine theta 所以就可以写成这样 好 再来一个 p22 因为最多可以跟它一样嘛 p22会是什么形式 3倍的e减掉x平方 会等于3倍的sine平方 theta 所以这个时候一看呢 你马上就发觉 它跟这边有个 蛮像的规则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假设m等于0 你得到这legender polynomial的解 n要是等于even 它就是even function n要是等于ord 它就是ord function 那这个地方复杂一点 它告诉你 n加上m 要是等于even的话 你得到就是even function n加上m 是ord的时候 你得到就是ord function ok 好一样 我们的x 就是cosin theta cosin theta的 左右的范围 是限制在 正一跟负一 上下有没有限制呢 上下有没有限制 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它并没有告诉你 因为这个是有x的位置 在这个旁边x位置的时候 它的值是等于多少 它告诉你 只要m不等于0的话 它永远都等于0 所以呢 会跟这边的图形 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 那正交 它有什么样的正交 假设一个 两个相成的 其实现在index有上跟下 假设上面两个相等 下面不相等 这个时候的积分呢 会等于这样子 当这两个不一样的时候 它积分一定等于0 当这两个一样的时候 积分就等于这个数字 或者 你再积另外一种状况 下面一样 上面不一样 下面两个都是 上面是一个k一个m 你得到的会是什么 会得到这样子的正交 特性 所以相当于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 一直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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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运作到这个地方 这边我们还没有运作 对不对 但基本上 这个怎么解 完全按照先前人一样 我们上学期再讲 这个东西怎么解 先讲这边 这个怎么解 这个我发觉很难解嘛 但是好像这个解 可以用exponential 什么次方的 蛮像的样子 我们就把它丢进去试试看 结果发觉呢 这个答案就统统跑出来 那这些解 都是很类似的解法 但是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发觉很难猜 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却知道一件事情 只要你是个函数 我一定可以对它 做个密集数展开来 只要密集数这个展开来的 收敛 跟你这个函数本身是一样的 就可以了 这个等号就成立 所以呢 你现在只是不知道 这个密集数上面的 每一个系数项是多少而已 假设我可以决定 每个系数项 相当于答案就接到了 我们就把这个假设 丢进去算 算了之后 最后得到一个 很复杂的polynomial 我们把它简化成 pncosnit 就是这样子 答案就跑出来 那这个呢 也是同样的做法 也是同样的假设 丢进去算 算完之后呢 最后跑出一个 很复杂的polynomial 一个summation的 那么 这我们把它简化成为 这样子的一个符号 那它的特性呢 我们就写在下面 但是常常我们在做的时候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这边只讲到 θ 跟角度方向有关系的 假设跟φ上面也有关系 那我们就很喜欢 把这一边 跟这一边 把它集合起来 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函数 因为你看看 这个本身也有 正交嘛 事实上scikosan也有正交 你记不记得 我们把scikosan 稍微写一下 T是周期 OK 对不对 我们scikosan不就是这样子吗 把它换成kosan也是一样啊 一旦我把它换成一个scikosan 一个cosan anytime 统统等于0 那这个地方你把它换成 cosan 也是适用 对不对 OK 事实上在这边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用正交 因为在这里偏文方程 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还是有些系数还没有决定 这个时候那些系数的决定 就必须要利用正交的特性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假如说我们将这两个 把它 结合起来 它的结果呢 让我看看 我们的事情啊 就会变得比较简化一点 这是怎么样一个简化方式呢 我们在这边啊 稍稍微呢 再复习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 假设一开始我们有一个 这个等一点 这是laplus equation 对不对 那在这个状态下面 假设我们在求坐标 它是r θθθ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为 大r 大θθθ 大fi fi 假设在fi上完全对称 当然就没有fi 假设fi上面不完全对称 那我们一定要保留fi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式子啊 就可以分解成以下这几个式子 所以我这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大队一样 我们把后面这个式子 带到前面这个式子 运作之后呢 就可以分解出这三个式子出来 有了这三个式子呢 第一个式子 只是谁 就是谁 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他的解已经告诉你了 第二个式子呢 这个 这个是哪一个式子 是这个 他的解已经告诉你了 第三个式子 这个式子 他的解在哪里 解在这里 全部都有啊 对不对 人家已经帮你算完了 你只要拿来用就可以了 唯一有个差别是fi 因为他有个特别的boundary condition 这对大部分所有的东西 几乎都适用 也就是你在你定义的上面 fi 不管你怎么定义 你转了360度 就转回原来的地方 当然你的数值 要跟原来一样了 当你把这个应用 在第二个式子里面的时候呢 马上就告诉我 m啊 要是什么样的东西 mk是什么 0 正负1 正负2 对不对 他可以是这个样子 什么时候要等于0 这个就比较限制 0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等于0 一定要他在fi角上完全对称 完全对称 不只是这个 其他都要对称 他才会等于0 要不然这个0啊 未必会在这边 OK 那这样一来 m已经是属于这个样子的 那么在这里面 这个n呢 也就是要限定了 OK n跟m的关系呢 就要吻合 n呢 就从0到 123 m呢 永远都要小一点n 这个限制全部都要有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解全部都有了 这个解 a rn次方 再向b 除以r的n 加上1次方 phi呢 他告诉我是 abc 叫做c exponentialimphi 再加上d exponential-imphi 所以他有两个 这个是跟n有关系 最后呢 θ呢 也是nm两个有关系 是pnm的cosθ 我们会得到这三个解 那最后不是三个解 乘起来要把它丢回去这边吗 对不对 那常常在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稍稍微啊 会把它变化一点点 OK 我们会怎么样做呢 我们那个时候就 基本上的想法就很单纯啊 假设这三个相乘 从上面这四字 可以告诉我们 你这三个一相乘 一定是rn 乘上θ nm 乘上phi nm 这三个 所以就告诉我说 这个时候所求出来 u啊 本身是跟nm有关系的 那就告诉我们 我们真正的u呢 应该是每一个都要相乘 OK 我将后面那个 弄后面一点 每一个都要做线性排列组合 所以你一定是summationn summationm 前面给它个系数 管它了 这个系数我们给它什么 叫做hnm好了 其实我sum有两个sum 互相独立的 那是不是代表我这边也是一样 是不是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发觉 发觉 后面这两个的index完全一样 我们就希望把它做个重整 把它变成一个叫做ynm的函数 这是个函数 OK 那那个会变成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 在这个里面呢 因为θ是顶着两个相加 所以这样一来 它就马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c乘上exponentialim5 再加上d乘上exponential-im5 两个再乘上5的pnm的cosθ 这个是5 这个是 对不对 我只是先把它颠倒 这个呢 就等于5 抱歉 抱歉 phi只有m phi只有m sorry phi只有m OK 那后面这个呢 就是怎么样 θnm OK 这两个呢 我把它定义成为一个式子 好 操作 操作 好 担次 我可以把它定义成这个样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两个都各有各的正交 这两个乘起来 就相当于这个的正交 乘上这个的正交 我可以把它乘完了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很讨厌 维持只是很简单的 pnm这种形式 因为后面正交完之后 发出一大堆系数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系数 先分一半一半给他们 开根号之后一分一半一半给他们 那相当我再重新定义这个函数 前面乘上某个系数 哪个系数呢 这个系数的开根号的一半给他 把这个系数开根号给他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两个 到时候的内积起来 就只剩下后面这个delta pq 比较简单 OK 我也用同样的做法 你看这边是不是2除以是吧 2q加1 2 你要是移过去 分母一颠倒 是不是2q加1变得在上面 2n加1除以2 但是另外这边有个2拍啊 2拍这个假设开根号移过去 是不是每个都是根号2拍分之一 所以2乘上根号2拍分之一 根号2分之一乘上根号2拍分之一 是不是根号4拍 那后面这个呢 西数呢 这两个西数拿过去 是不是刚好颠倒 减了在上面 加了在下面 所以我只要这样分布一下 我就可以定义出 一个很重要的式子出来 这个叫做y nm θ 跟φ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解呢 就只剩下上面这个 跟ym 是不是等于summation h nm 乘上rn y nm 就好了 而且 其中y nm 有它的特性在 你可以把这些凑合凑合 就可以知道y nm 有什么特性啊 还有个很重要的证交 我不要写θ 我直接把它写成cos y nm 两个cos呢 一定是负一到正义 φ呢 一定是零到二π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delta nm delta m m 这两个相乘 同时要作用才有 那证交就可以确理 这样子比较简单 这个呢 方玄呢 我们给它个名字 叫spherical function ok spherical function 或者叫spherical harmonics either way ok 我要大家把这个记起来 最 柄 arya 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